主要的充滿過水量是大概9600萬噸 現在是76米多 76米大概是570幾萬噸 二分之一 現在主要是說 基隆河的水源估計 我們現在基隆市的4米 幾乎都靠這個水庫再支援 新山淨水廠廠長特別向前來關心的立法人蔡聖 與多位市議員說明目前新山水庫蓄水量已不到6成 由於基隆主要水源 供寮橡皮霸與基隆河快兩個月 沒有有效降雨 加上中元季期間普渡季市等用水量大增 基隆出現缺水危機 由於基隆地區很多天都沒有下雨 目前支援基隆地區的供寮 供寮的水源部分 原本供應量大概是5萬 現在大概剩下2萬 差異量就3萬 原本差異量的話 我們就由那個汐止這邊增加台北的供水量 原本的2萬支援量現在支援到7.5萬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差異的5萬 我們盡量來基隆市來做整體的調配 包括中正區與新一區已經有多個社區出現停水狀況 立法人蔡市印特別前來關心了解水公司因應措施 並呼籲跨縣市合作解決缺水危機 像我們現在使用水的部分 其實是透過基隆市跟新北市 共同的這樣的一個水源的取水 那就如同我們的用電一樣 之前的協和電廠的用電 事實上也是大台北地區 整體的用電的共同協調來合作 所以不論水或電 基本上都是屬於共同 在大台北都會區裡面共同使用的 應該不分你我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 水公司也會說明到 就是台北、新北跟基隆 三個城市叫節約合作來用水 那這個其實代表著我們北北基 在許多關心民生的議題部分 是共同來合作 對此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方面說明 已經緊急調度支援高地供水 並增設16個取水站供民眾取水 如果再持續不下雨 將進入第二階段 採取分區限水等措施 高地區管墨的部分 我們盡量就是用水車來配合 這樣老百姓才不會產生 你事實上用水的這個困難 如果說在二十幾天沒有下雨的話 我們大概會做第二階段的一個措施 包括所謂那個區域的一個 減壓供水的一個部分 還有夜間 夜間大概幾乎就是更 壓力更是調整 據了解自來水公司總經理李嘉隆 已進駐基隆前進指揮所 是這幾天進出水量變化滾動式調整相關措施 有呼籲民眾節約用水共渡 缺水難關 記者張啟燈 基隆報道 谢谢大家